我们从小就从电视书本上接触了《西游记》,央视拍摄的86版《西游记》也是很多人的童年记忆。 但其实我们在影评上看到的有关于《西游记》的影视作品,都是经过了一定改编和在创作成的。 改编的原因有很多种,比如因为技术原因,大家知道《西游记》作为一部神魔小说,其中所描绘的场景一般都是波澜壮阔的,而有些场景由于技术限制表达不出来,所以就进行了一定的改编。 还有的改编则是因为考虑到受众以及审查制度,在原著中师徒四人除了唐僧是正常人,其他三人都是腰身,面目猙獰丑恶。 若是按照原著来真实反映他们的外貌的话,不知要吓坏多少小朋友,所以为了部分观众考虑,在某些方面就不得不做一些改动。 还有《西游记》在某些方面是非常血腥暴力的,就比如在《施驼岭》那一回所描写的《骷髅若岭》,海骨如鳞。 人头发会成粘片,人皮肉烂作泥沉。人心缠在树上,干交晃亮如银。 真各使是山血海,果然腥臭难闻。 东边小妖,将活人拿了割肉,膝下泼膜,把人肉先煮先烹。 若非美猴王如此英雄感,第二个凡夫也禁不得他们。 若是真按照原著这么拍,那即使是拍出来也上映不了,毕竟文学表现手法只是文字,若是搬到荧幕上来,就不得不多一些考虑了。 但还是有很多人表示希望能够看到真实的《西游记》,纵使不能表现出其血腥的一面,也要把大场面表现出来,毕竟现在的影视行业也不缺少技术支持了。 其实西游题材真的很适合拍电影,但是近些年来拍出的电影是出来一部观众骂一部,究其根本就是编剧水平不够,改编不出好的故事,还变污了西游题材。 但是后世对西游也有好的改编,比如说是对女儿国一回的改编就十分成功。 在86版的西游记里,给女儿国国王加了很多的戏份,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女儿国国王对唐僧的爱恋之情。 也将唐僧在爱情与成佛之间的矛盾抉择表现得淋漓尽致,上演了一出不嫁于才子佳人的好戏。 在后来所有有关于西游记题材的电影小说等作品出现,女儿国都成为了西中的重头戏,甚至于有人说这是取经路上最难的一关。 影视剧中女儿国的故事基本上我们都耳熟能详,那原著中对于这一回是怎样描写的呢? 其实有人看了原著的话可能会有些失望,因为原著中并没有去夸大篇幅去描写女王与唐僧之间的爱情,甚至于说女王出场的次数都很少。 我们来看原著中女王与唐三藏出现的场景,不多时,大驾出城,早当营阳怪异。 忽悠人报三藏师徒道,驾到了。 三藏文言,急于三徒整一出厅营家。 女王眷连下才道,那一位是唐朝御帝。 太师指道,那一门外乡漫前穿衣者便是。 女王闪奉目,促额眉,仔细观看,果然一表非凡。 女王看到那心欢意美之处,不觉隐情极极,爱与自自,斩放樱桃小口,呼道,大唐玉帝,还不来战奉成鸾也。 三藏文言,耳红蜜赤,羞答答不敢抬头。 我们来看这一段描写,首先女王是热情似火,不死中原女子那般羞涩内敛,直接招呼唐三藏战奉成鸾。 而唐三藏在玉气十足的女王面前,也只能耳红一赤,羞答答不敢抬头,竟然像个小姑娘一般。 后来文章中描写了二人同车的景象,同鞋束手,共坐龙车。 那女主喜滋滋欲配夫妻,这长老幽惶惶指思拜佛。 一个要洞房花竹交圆旅,一个要细雨临山见世尊。 女帝真情,圣僧甲乙。 女帝真情,指望和谐同到老,圣僧甲乙,劳藏情义养人身。 一个喜见男身,恨不得白昼。 并投鞋抗力,一个怕防女色,知思俩及时拖往上雷阴。 二人和惠同僧才,气料唐僧各有心。 再人后就是宴请,出城,直到最后唐僧被蝎子经解走。 其中并没有和女王独处的那一段,所有人回看原著的时候都为此而失望,可见这一段的改编确实很成功。 那我们再回到原著多说一嘴,其实女儿国这一男并不仅仅是女王一关,很多人都忽略了蝎子经这一关。 原文中也将其分为两回,但其实说来也就是一男,色欲之难。 而女王和蝎子经便是色欲的两面,如果说是女王是色欲中温存的一面,那么蝎子经则是充满杀鸡的另一面。 在第五十四回的结尾作者写道,托得烟花王,又欲风月魔,烟花风月在这里都是色欲的代指。 如果说当时唐僧真的没进入又或留在了西凉女国,那么结局肯定不适合。